世界球后曾雅妮获得台湾电信业者的赞助 从今年的比赛开始 都可以看见妮妮戴着印有台湾字样的帽子 在世界各地比赛 妮妮说这就好像全台湾的朋友都在挺她 让她信心十足 一张张穿着招牌粉红色球衣 拿着高尔夫球感灰感的妮妮因姿焕发 这回要戴上印有台湾字样的球帽 带领台湾征服全球 以后不管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都会有台湾字样在我的帽子上跟随着我 一起替我加油 也会提醒我今天不管我在哪里 全台湾的朋友跟球迷们 可以一起支持我 在背后挺我 让我更有信心的去征战每一场比赛 因为她每次在女生的时候 常常两天鼓起都被人家拔起来 她就很高兴 她说现在帽子有个台湾 她是当台湾拔不起来的 不满在世界各地比赛时 台湾都得被隐藏 无法好好站出来 这次终于有机会让世界看见台湾 我们曾小姐全世界去比赛 可以让台湾也走出去 藉由这个运动 让大家更认识台湾 对台湾有更好的印象 新一季的LPGA女子高球赛 即将在下周四的澳洲墨尔本开打 宁妮说待在美国的这段时间 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已经调整好 随时应战 蓄势待发 哪里有个信心 当然是有信心啊 而且就是蛮期待的 已经快两个月没有比赛 然后我们就是也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体能状态跟球技都已经 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非常期待下一个比赛 新年度 新气象 备妥战略 充满信心 不一样的是 这次明明有了台湾的加持 更有力量 新唐人的亚太电视 陈正祥礼 宁君 台湾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